那简单的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应该就是要去做 打开这个Power BI 档案 好 顺便复习一下 所以呢第一件事情 因为我刚刚是用解压缩到这个资料夹 因为我这里面其实都已经有了 来快速点两下 这一个档案 你看2月15号下午4点25分 那天就是前天我去存的 就快速点两下他就会先打开 Power BI 那档案 那个资料的来源 记得这件事吗 这件事情要先做 好了 花了好久的时间 也终于打开来了 那 我的电脑本身他的资料来源是对的 可是你们的一定都不对 这样了解 所以我要请你们直接 因为快速点两下是不是就打开这个档案了 打开这个档案之后呢 麻烦就直接先去做资料来源的重新定义 也就是说 点选常用 转换资料 转换资料 资料来源 设定 好 一 常用 二 是点 转换资料下面这个往下的箭头 然后点选顾 然后点选资料来源设定 可以哦 记得做哦 然后接下来 请点选这个 第一个 我们先把出口改掉 点选变更来源 我这边做跟不做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 可是你们一定要做 好 然后接下来点选这个浏览 透过浏览按钮去找到 我放在本机下载 有一个出口 因为我当时指定的是用资料夹来指定 所以点选确定 确定 接下来做完出口 还要再做进口 然后变更来源 浏览 然后来去找 找到本机下载进口 确定 确定 这样可以了解 好 然后 完毕 就是你们一定要做这件事 而且让它重新整理 因为我们今天还叫 让它价格